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国务院于上周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8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而在昨日,就在中方宣布制裁的几个小时后 又决定批准可能向台湾出售最多达100套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及相关设备的方案 一周内完成次比对台重大军售案,用行动无视了来自中国的警告 中国方面将对此次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雷神等美国企业 以及在售台武器过程中发挥恶劣作用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次日,美股开盘,这几家受到制裁的公司股价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赵立坚还强调,中国再次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任何军事联系 并指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这四笔对台军售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增程型巨外陆弓导弹、F-16新式真兆夹舱舱以及鱼叉海岸防御系统 总值超过42亿美元,是总统特朗普上任第九次对台军售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保有长期兴趣 认为,台湾的安全对更广范围的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 并称,这次军售不会改变地区的军事平衡 台湾方面,外交部星期一发言说 台湾已经在当天接到美国政府正式通知 并对此表示诚挚欢迎和由衷感谢 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这是特朗普总统任内第九度 也是今年第四度对台军售 这充分展现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 并已逐步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机制 使台湾能及时获得防卫所需装备 有效提升阻吓能力 台湾外交部还说,面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挑衅 台湾会持续强化防卫战力的现代化 加速提升不对称战力 以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 至于被制裁的三家公司都有哪些对华业务呢? 洛克希德·马丁与中国的商务往来 包括2013年与中方签订合约 在中国南部沿海建造10瓦罩小型热能转换站 2014年则与中国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签订合约 承诺在2017年为中国建造完成核反应堆冷却计系统 2019年9月 更曾向中国奥凯航空出售两台全任务飞行模拟器 飞行卫星方面 旗下西科斯基飞机与中国昌和飞机等公司联合成立上海西科斯基飞机有限公司 洛克希德占股49%为最终受益人 雷神则向中国销售飞机发动机 在中国11个城市供应2500步自动扶梯和电梯 至于波音 公司60%的收入来自于商用飞机 约16%收入来自全球服务业务 波音访务的收入只占不足23% 尽管波音访务的业务与中国关联度不大 但外界关注中美关系如进一步恶化 会否蔓延影响商用飞机业务 新冠疫情本使航空公司损失惨重 加之 2019年3月10号 一架隶属埃塞俄比亚航空的波音737 MAX 8 客机与起飞后不久坠毁 机上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这给波音客机声誉带来巨大冲击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